凯旋青树社会住宅完工在即 市场陈其迈率队进行环境巡检 并掌握施工进度 在听取简报后 上楼一一参观各房型样品屋的内部格局 空间规划对于整体舒适度 交通 采光 窗户通风均表示满意 非常好 因为交通也方便 然后采光非常好 每一个几乎每一个房间都有窗户 而且在整个空间的一个规划 也采取无障碍的设计 所以不管是长辈 其实对他们来讲都非常的方便 那在整个设计是由荷兰的麦肯诺设计公司 过去其实他们在欧洲对社会住宅 就非常有经验 整体的布局 还有包括说这个家具 你只要拿一个皮箱就可以进来 这是非常好的空间 我相信这个是对居住平权来讲是非常重要 所以看完之后 我想我们社会住宅的脚步应该要加快 让更多的年轻人 还有我们一些弱势的民众 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的空间 陈其迈进一步说明 将加快设宅规划新建 预计年底动土目标7000户 设宅政策总目标15000户 以落实居住平权 第二个我们也要求 其实在年底大概会有7000户动工 预计未来会有大概15000户的社会住宅完工 那我们都希望说居住的平权 大家在住社会住宅的时候 要住得好 不能说这社会住宅 若是民众在住就随便不行 品质反而要更好 来落实我们的居住的居住权的一个保障 所以我们大概设宅大家都知道 我们几个高雄市盖的地方 不管是在岗山 酒棚 或者是在亚湾 或者是在大辽 其实都是地点都是最好 而且盖也都是最好 我都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年轻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的弱势的民众 有一个好的生活的环境 都发局指出明年1月公告招租 接续受理申请 资格审核、抽签、选屋及签约入住等作业 预期明年4月底和公托中心一同启用 提供有租屋需求民众最贴心的服务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